最近几年台湾娱乐圈逐渐落幕,有很多台湾的知名艺人,纷纷来到内地发展,就连台湾最有名的主持人小X和蔡康永都来到内地主持综艺节目。 之前有很多内地网友最喜欢看台湾综艺节目,可是随着主持人的离开,再加上很多新近台湾明星内地网友并不熟悉,很多人已经逐渐放弃了台湾综艺节目,改看内地综艺。 不过台湾综艺节目的内容一如既往的劲爆,很多嘉宾在参加节目的时候,也能够放得开。 最近一位台湾的混血美女,就吸引了网友们的注意,这位混血美女名叫张凯莲,出现在节目中的张凯莲穿着一件低胸装,整个人显得非常性感,一出场就吸引了所有嘉宾的注意,很多男嘉宾更是直接看呆了,很多台湾网友将张凯莲奉为台湾新建女神。 张凯莲从出道以来,就有非常高的人气,主要是因为张凯莲长得漂亮,而且身材非常好,张凯莲的身高达到了1米70,反正可以去做模特了。 不过张凯莲虽然参加了几个节目,但是却并没有把重心放在娱乐圈中,反而依旧待在学校里过低调的生活。 按照张凯莲的想法,她希望自己能够完成学业,等到毕业之后,再考虑今后的发展方向。 因为张凯莲一直认为重视自己是一件非常的重要的事情,她认为继续待在学校里学习能够让自己沉淀下来,不会被娱乐圈当中的名利冲昏头脑。 光是这份信息就已经值得很多网友学习。